我们的学校教育往往是老师讲述的多,学生动脑动手的机会少。 为了补强学校及传统教育不足的现象,林业试验所依据建构教育和探究教育的模式, 透过真实世界和一手知识的学习,将生态调查与科学研究转化成寓教娱乐的活动与游戏, 设计出一套自然探索教育的课程。 所谓的自然探索教育是以团队活动的方式进行, 经由讲师抛出问题,学员提出假说,动手操作, 到依结果来验证或推翻假说。 让学员在动脑动手的过程中,以团队合作完成所交付的任务。 最后再透过成果分享报告,探寻生态世界的奥秘。 自然探索教育不是以物种的识别为目标, 也不是以先辈知识的学习为导向, 而是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与栖息环境当作教材, 诱导学员去观察、描述、辨识物种, 并借由个体数量的比较, 建构出物种与栖地环境间的关系。 自然探索教育实施的方法分成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草地植物探索。 目标是要了解草地上植物的种类和数量。 首先,要引导学员去观察植物的形态。 例如平行叶脉或网状叶脉, 不认识的就划下来。 不知道名称,就依据特征加以命名。 然后引领学员去计算植物的数量, 从单数的株、科、根等单位, 到复数的树、丛、团或是条、串、列等单位。 甚至是计算更复杂的单位面积占有比率, 成为覆盖度或覆盖率。 在活动的过程中, 用分组的方式来比较不同环境下 植物种类与数量的差异。 例如,观察草地长在路边或飞路边区, 有树印或无树印的草地的差异。 第二种是草地无脊椎动物探索, 让学员运用昆虫调查的工具和材料, 如补网、放大镜、大型封口袋、 揭露板、纸、笔等等。 两人为一组, 同时开始进行一分钟的捕捉行动。 然后再换下一组操作。 捕捉后, 随即分辨无脊椎动物的种类及数量。 如果不懂分类, 可以用绘图的方式来处理。 目的是要比较在不同环境下, 例如环境中有无树印, 或是短草区、长草区和人工草地等。 对于无脊椎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是否有差异。 第三种是水域无脊椎动物的探索。 让学员利用简单的水域调查工具, 包括水网、水盘、汤匙、记录板等。 选定不同的水域环境。 例如有水草或无水草, 有树印或无树印, 流水域或进水域等区域, 进行探索。 同时,引导学员区分水漆无脊椎动物的种类。 例如,观察它们游泳的方式为何? 呼吸的方式为何? 实性是直时、肉时、杂时还是碎时? 以作为区分的依据。 至于探索问题的深浅, 可随着学员年龄的大小, 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变化。 甚至可以进一步在比较不同水汽环境中无脊椎动物的种类和数量的差异。 探索生物界中有关食物链与水污染等相关议题。 最后一种是陷阱探索。 就是让学员们运用宝测瓶、饮料杯或是竹筒等简易的材料, 做成捕捉小动物的陷阱, 并于捕捉后描述并计算捉到的无脊椎动物种类与数量。 如果不懂得分类,也可以用绘图的方式来处理。 陷阱探索的目的,在于让学员探索比较在不同的漆地, 例如路边与草丛,或短草、长草与人工草地中。 使用不同的诱饵,像是肉食性或直食性诱饵, 以及在不同时段,如在白天或晚上, 所有捕到的动物,他们的实性与活动行为的差异。 特别要提醒学员的是,在所有活动的过程中, 千万不要伤害到捕捕的动物。 而在活动结束后,也必须立刻将它们放回原本捕捕的地方, 并且要心存感念。 林业试验所的自然探索教育课程, 运用知性的科学调查,感性的静观与夜间体验, 以及趣味性的生态活动。 不但能增进学员对于自然环境的了解, 也能提升民众探索大自然奥秘的乐趣。 本所期望这项教育模式, 未来能结合更多团体或机构, 引领国人共同参与从做中学的生态探索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